哈喽同学,欢迎收看AS1P凯页数学 平方跟加乘法公式啊,这个提醒很常见 那这个提醒的答案也很简单 老师先讲结论,然后再讲答案,好不好 再讲过程,OK 这个提醒哦,以后如果你遇到 那你可以用一个数解法 当然这个数解法,我一定会讲原因的 老师其实不是说花俏,我没有要追求花俏 可是要让你知道说,以后看到这种提醒 它的数解法是这样 下面64,64跳出来就叫做8 上面就叫做66跟64的中间 它就叫做65 所以第一题的答案就是8分之65 因为它的提醒真的都太类似了 所以这种答案基本上都会答对,OK 第二个,98又1分之1 下面的100直接跳出来 那就会变成10 那上面跳出来的是98跟100的中间数 叫做99 好,所以第一题跟第二题的答案就是这样 OK,好,当然我要讲为什么 然后不然不负责任 第一个,你知道NIG叫做 根号的64分之多少 上面是不是叫做66乘64 然后去加1,对不对 好,所以就等于根号 64跳出来就叫做8 好,对不起 我上面再整理一下才对 所以它等于66乘64 这两个人叫做中间65嘛 65加1,65减1嘛 所以它是不是叫做65的平方减1的平方 然后再加上1 然后再加上1 OK,65减1减1,然后加1 一样楼下叫做64 开根号 所以就等于64跳出来 8 对不对 那楼上呢 你知道楼上约掉之后是什么 是不是65的平方 所以65跳出来 直接就叫什么 65 所以第一题的答案就是8分之65 OK,好 我再讲一次给各位听 所以这个第二个题型就叫做根号 一百分之 楼上叫做98 乘以100 然后再加上1 所以就会等于根号 一百分之 98跟100的中间是不是叫做99 所以它就叫做99的平方减1的平方再加1 做法一模一样 阿哥兰我们就把中间的减1加1消掉 所以跳出来的答案就会叫做10 上面就叫做99 好 所以这种题型 未来的算法其实都差不多千篇一律 就这样子算而已 两个问题 当然 应该是什么